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已经给我国的首批8款4G手机发放了入网许可证 而这也意味着这些手机将可以正式上市销售了 所谓4G就是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 与3G相比4G的网络速度将达到3G的10倍以上 比如下载一部高清电影3G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4G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了 记者是用了三星的一款4G手机下载一个游戏 可以看到虽然在室内信号不是很强 但下载速度依然可以达到每秒2兆多 播放高清视频也很流畅 据悉中兴华为等5家厂商的8款手机此次获得了入网许可证 而除了首批这8款手机以外 还有多家手机厂商的4G手机 目前也送到了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进行测试 为上市开始进行准备 其实4G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算陌生 在江苏南京浙江杭州等地 一些公交车和出租车上已经安装了4G网络接收设备 用户通过无线接入方式就可以接入4G网络 想看高清视频就很流畅 这是4G及射击船业务 3D摄像机拍摄的同时 3D影像就可以通过4G网络传输到电视上显示出来 这是4G视频通话业务 可以看到双方以高清视频进行通话 没有卡顿的现象 这是4G汽车 平保电脑通过4G网络可以随时查看车辆的发动机 刹车等部件的质量 车主通过车内的显示屏 还可以看到要经过的路线的实时交通视频状况 专家表示 随着4G的大规模商用 移动互联网将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更多的4G服务将出现 也将给生活带来更多方便 多方卫视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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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